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民进党选对会日前决议自提台北市长人选,不再和现任市长柯文哲合作,但是把政治系教授范世平则认为,民进党高层似乎还是想理让柯文哲,尤其主席蔡英文心中还是属于柯文哲。 范世平也直言,民进党在理不理让柯的这一局理到目前已经遍体鳞伤。 范世平昨,20日,晚在三里节目正,知道了表示,他从台北市副市长陈景俊身上看出,民进党高层似乎是想理让柯文哲,也认为蔡英文现在还是属于柯文哲,不然早就会要陈景俊离开柯市府,就像是留在敌营里面, 陈景俊也会很尴尬啊。 范世平说,陈景俊没有离开柯市府,也意味柯文哲想和民进党维持某种的合作关系,还不想和民进党真的撕破脸。 另外柯近日一直打住不理让我,民进党议员席次会减少等威吓牌,无疑仍希望能获得民进党的礼让。 范世平之言,像是民进党选对会的成员里,还是有人主张里让柯文哲,尽管日前已决议要自提人选,但基层还是很关注有没有可能是烟雾弹。 范也认为,民进党目前已变体鳞伤,出选举士气提升不起来,各个北市议员候选人也非常焦虑,而支持者们对于民进党不切割也不辩护两岸一加亲的柯文哲,也是相当的折腾。 请不吝点赞 работает很害巧! 好